一副所书经二章 二十二十二节 一副所书二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献祝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全房靠祂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 成为神 这个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看使徒保罗他讲的道 我们看他一直有保罗的关系 真是很丰富 很多面化 真的很丰富 很多面化 他不继续说 你们信就得救 他不是说你们信就得救 不是说你信你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 他不是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 他还是告诉你 我们在世上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我们不只是得救那么简单 我们不只是得救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成为天国里面的成员 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是一块活石 我们可以是一块活石 如果我说你是一块石头 你是一块木头 你可能非常不高兴 你可能非常不高兴 但是 你告诉我们的 我们是一块活石 我们是一块活石 就是有生命的石头 是有生命的石头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有生命的石头 还是没有生命的石头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有生命的石头 还是没有生命的石头 真是很难决定 真是很难决定 不过大概来说 不过大概来说 如果你一走进来 大家都笑了 大家都笑了 你又笑了 你又笑了 大家很高兴 大家很高兴 那你很可能是一块活石 那你很可能是一块活石 如果你走进来 如果你进来 大家没有表情 大家没有表情 你走出去 你走出去 大家就笑了 大家就笑了 那你要检查你自己 那你要检查你自己 在这里 使徒彼得那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他称主耶稣是一块活石 他称主耶稣是一块活石 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 刚才我们读过的 他也称我们众圣徒是活石 我们众圣徒是活石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那些大型的建筑物 古代那些大型的建筑物 不是用红砖来盖的 不是用红砖来建筑的 是大块的石头砌上去的 是用大块的石头这样搭上去的 他们这些石头都需要打锤 就是用有些打石的工人 他们把它打得平滑 方方正正这样 那些石头都要用被打石的工人 所以它是打磨到方方正正 那所有这些石头堆起来 就好像很多不同的砖头堆起来一样 所有石头堆起来 就好像不同的砖头堆起来一样 那就成了一个大厦 成了一个大厦 无论是地基也好 墙壁也好 无论地基也好 墙壁也好 都是用打好的石头 都是用打好的石头 所以圣经形容我们 就是这些已经打好的石头 就是活石 所以圣经形容我们 就是打好的石头 就好像一块一块的活石 我们都好像一块一块的活石 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称为活石 所以我们称为活石 使徒彼得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使徒彼得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他称这个大的建筑物 是叫做灵工 是叫做灵工 保罗在这里他称这个是圣殿 保罗在这里称它为圣殿 但是这个不是物质上的圣殿 但是这个不是物质上的圣殿 所以叫它做灵工也是很恰当 所以叫它做灵工也是很恰当的 这个既然不是看着建的物质的建 这个既然不是一个看得到物质的建 到底现在这个殿在哪里呢 在旧的圣殿里面我们看到 在旧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犹太人只有一个圣殿 他们不能够多概几个 他们不能够多概几个 这个是一个独一的圣殿 这个是一个独一的圣殿 因为它是一个预表 预表我们耶稣基督只有一位 我们的神只有一位 神是住在这个圣殿里面 所以只能够有一个圣殿 所以只能够有一个圣殿 这是预表性的话 所以不能有两个或者多个以上的居所 所以不能够有两个或者多个以上的居所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情况有点改变 教会到处都设立了 到处都有敬拜神的地方 圣灵就代表神自己 住在各个不同的教会里面 住在各个不同的教会里面 有许多不同敬拜神的地方 有很多不同敬拜神的地方 都有神在其中 是圣灵住在其中 代表神 是圣灵住在其中代表神 所以 第二十二节说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个无形大的圣殿 不是物质的圣殿 世界上任何地方 都有祂的存在 圣灵是一位神 祂是无所不在的神 祂能够住在各个地方 各个部分 这个圣殿 所以仍然是代表 一个独一的神 住在圣殿 所以仍然代表 一个独一的神 住在圣殿里面 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 他们就一同组成 这个大的圣殿 一起组成这个大的圣殿 但是这个世界 不是所有教会 都是属于神的圣殿 但是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教会 都是属于神的圣殿 也不是每一个信徒 都是一块活石 也不是每一个信徒 都是一块活石 如果我们教会 有几十块活石的话 如果我们教会 有几十块活石的话 我们都在这个庞大的 一个宇宙性的圣殿里面 我们都在一个庞大宇宙性的圣殿里面 堆起了小部分的墙壁 堆起了小部分的墙壁 或者一条柱 反正我们都只是在这个大的圣殿里面 这个小部分 反正我们都在一个大圣殿里面的小部分 所以几千年来 所以几千年来 全世界所有属神家里的人 全世界属神家里的人 就是说 都是一块活石 就是说都是一块活石 不知不觉之间 不知不觉之间 大家一起建造这个圣殿 我们可能看不见 我们可能看不见圣殿在哪里 我们看不见圣殿在哪里 我们看不见圣殿在哪里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建造 这个无形的大圣殿 这个无形的大圣殿 我们可能不见 但是不能不知道 不能够不知道 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目标 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目标 我们绝对不能轻视我们自己 我们绝对不能轻视我们自己 我们也不要懒惰 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祂希望你成为新圣成耶路撒冷的一块活石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块活石 成为一个辉煌天国的成员 成为一个辉煌天国的成员 我们不要像那些无知的人 我们不要像那些无知的人 只要得到白白的救恩就好了 只要得到白白的救恩就好了 神到底想我做什么 神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也算 我只要得到今生的财富就好了 我只要能够得到今生的财富就好了 这是无知的人的想法 这个无形又庞大的一个大的圣殿 就是地上各处的教会 正在重新建造的一个宇宙性的大教会 现在天上的天君天使 上帝自己 都正在看圣殿的工程在进行 他们也看到这个工程快要完成了 我们看到这个工程快要完成了 因为现在这个圣殿再延伸下去 因为现在的圣殿再延伸下去 就成了基督的国的正式成立 就成为基督的国正式成立 因为他要再回来 要这个领导上的子民去打最后一个圣殿 他带领他的子民去打最后一场的圣殿 地上将来所有的政权都要消失 地上将来所有的政权都要消失 基督正式要登基做天国的王 基督正式要登基做天国的王 如果你看这个只是一个无聊的小说的情节 如果你看这个只是一个无聊的小说的情节 我告诉你 你还比不上中国的政客 他们积极地破坏教会 就是为怕这件事发生 他们就为怕你们基督教的天国要取代了他们 他就是怕这个基督教的天国要取代了他们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无形的圣殿是什么样的 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我们是根基地建造的 我们是根基地建造的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由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这个灵工这个属灵的圣殿 不是任何一个自称是基督教会的参与其中的 也不是任何一个自称是基督徒 或者传导的人 他是一块过石 不是任何自称基督徒传导人的 因为将来必定有人来到主的面前 将来必定有人来到主的面前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导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导 奉你的名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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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你的名行使的异能吗 奉你的名行使异能吗 那时候主要对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离开我去吧 他们不是传福音的人吗 主怎会不认识他们 主为何会不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信仰必须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必须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信仰必须建造在使徒们的根基上 信仰必须建造在使徒们的根基上 以前在长岛人为会有 他信主之后不久 他信了主之后不久 就搬到纽约市去住 然后他又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们 我找到教会了 我知道是什么教会 我就告诉他 那个不是传主真道的教会 我就告诉他 这个不是传主真道的教会 是一个异端的教会 我叫他另外再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 我叫他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 他说他们对我很好的 他们很关心我 他们很关心我 但是我们要知道 教会最重要的是信仰的根基 是信仰的根基 他们是在传承神的道 他们是全阳神的道 如果他们在传人的意见 如果他们是全阳人的意见 有很多人喜欢的 很多人很喜欢的 有很多人忠心地跟随他们的 很多人很忠心地跟随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随便跟随他们走他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很小心不要跟随他们走他们的道路 使徒巴罗就用一个有神体的圣殿来做比喻 他就说这个很最重要的根基的部分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角石 就是那块最大的磐石 就是那块最大的磐石 就不能再改了 这个磐石所在就是他的位置 同样也是重要的 也是重要的 就是那个我们叫地基的根基的 我们就说地基根基 当日的根基跟我们今天的地基有点不一样 当时的地基跟我们今天的地基有点不一样 今天的地基都是用英尼打出来的 现在的地基都是用英尼打出来的 当日的根基是怎样的呢 当日的根基是怎样的呢 是有多块一些打造的非常平滑的石头 是有多块打造的非常平滑的石头 是比较大的石头 是比较大的石头 堆职在一起 堆职在一起 石头跟石头之间 石头跟石头之间 是连接得非常紧密 是连接得非常紧密 是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好像有两种根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好像有两种根基 防角石 防确石 就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就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然后有许多块大石头组成的地基 有很多块石头组成的地基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代表了两件事 第一件 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话上面 我们一定要听从祂的话 相信祂的话 相信祂的话 跟随祂的话 跟随祂的话 我们的信仰才是确实的 我们的信仰才是确实的 它有亲自的传道给当时的使徒献祭们 他们就写下来 就成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本圣经 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什么呢 我们是根据这个圣经 因为我们听不到主耶稣对我们讲话 主耶稣他透过这些使徒 他写下来的圣经对我们讲话 主耶稣透过这些使徒 所写下来的圣经对我们讲话 所以第二种重要的根基就是使徒的话 所以第二种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使徒的话 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资料 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资料 是直接从耶稣基督传来的 直接奉耶稣基督传来的 所以有无上的权威 所以有无上的权威 他们写出来的圣经 就等于是神自己亲口讲的话一样 就等于是神亲口讲的话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地 重视主耶稣基督的话呢 你会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地 重视主耶稣基督的话呢 因为他是神降世为人 因为他是神降世为人 所以他讲的话 就是神的话 他是等于两个世界里面 他等于两个世界里面 天上属神的世界 天上属神的世界 天上属人的世界 天上属人的世界 他都非常了解 他都非常之了解 非常的明白 他告诉你天上的事 他告诉你天上的事 就绝对不会有错误 就像我们的翻译 他能够从中翻到西 他能够从中翻到西 从英文翻到中文 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两边都通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是两个世界都通的 就是耶稣基督 你看很多宗教的经典 他们都写得很好 他对某些人都有帮助 但是 全部神 所有他们的经典 都只是人的想法 都只是人的猜想 都只是人的猜想 因为他们不是神 他们对于天上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真正的教会 真正的教会 必须建立在基督 传下来的真理上 必须建立在 基督所传下来的真理上 我们不是看人的经验 我们不是看人的经验 我们不是看人的哲学 我们不是看人的哲学 人的口才多好 人的口才多好 他讲传道的人 讲得多好 他讲得多好 如果他不是在传讲圣经的话 他就不是神的仆人 他就不是神的仆人 从他学到的东西 从他学到的东西 也不会是纯正的真理 也都不会是纯正的真理 顶多只是片面的福音 顶多是片面的福音 他们绝对不会明白 这个大圣殿的奥秘 他们绝对不会明白 这个大圣殿的奥秘 他可能就不是其中一块活食 他可能就不是其中一块活食 到将来才发现 到将来才发现 自己原来不是在神的大计划当中 自己原来不是在神的大计划当中 那真是多可怜的事情 因为他绝对不会遵守神的旨意 因为他绝对不会遵守神的旨意 他不是神国里面的成员 他不是神国里面的成员 第二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怎么盖的 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怎么盖的 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建造 是一个很紧密的建造 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借借成为主的圣殿 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借借成为主的圣殿 这是说借借成为主的圣殿 这是说借借成为主的圣殿 表示这个圣殿现在能在建造当中 还没有完成 什么时候这个工程会完成呢 什么时候这个工程才完成呢 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主耶稣要再降临到地上 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 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圣殿要从天而降 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圣殿要从天而降 原来那个时候 那个圣殿已经盖好 那个圣殿已经盖好 从天 重新降到地上来 从天上面降临到地下来 降临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 那个时候就不是借借成为主的圣殿 那个时候就不是占借成为主的圣殿 是已经完成了 是真正神的国在地上 是真正神的国在地上 这里告诉我们 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在渐渐成为主圣殿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话 就是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就是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英文圣经有些翻作 Fitted together 英文有些圣经翻作 Fitted together 希腊文 它用了一个字 希腊文用了另外一个字 有一个Soon这个字 Soon这个字 Soon 他意思就是大家共同一起做一些事 所以这里用这个字的意思是 所以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大家一起去做 大家一起去做 建造 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 他要互相联络得非常紧密的 他要互相联络得非常紧密 告诉我们 这个建筑不是很松散的 你不会在这个墙里面 从墙壁看到外面的光 你不会在这个墙壁看到外面的光 不会看到有洞 因为每一块活石都是紧紧的磨合着 大风大雨 不会流一滴水 不会流一滴水 也不会看到任何的光 也不会看到任何的光 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都是用工人敲打出来的 但是在建造圣殿的地方 那里是不可以听到任何铁锤的声音 那里不能听到任何铁锤的声音 如果石头不合用怎么办 当然要打到它合用 当然要打到它合用 既然它不是用砖做的 一定要打到很合适才能够用 那如果不合适不能用怎么办 不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石头 所以每一块活石 所以每一块活石 都是预先很精细地打造好 所以预先很精细地打造好 才能够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原来每一块活石 都受到圣灵在各地教会磨练 都受到圣灵在各地教会磨练 每一块活石都跟别的活石很紧密地 要安静地联合在一起 每一块活石都很紧密地 不会有吵闹的声音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婚姻 大家能用这个婚姻来形容 一个最美好的结合 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婚姻 它们是政治性的婚姻 是为了两个大家庭的好处 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他们的面子 他们双方就结合起来 但是他们并没有紧紧地扣在一起 可以说是贸合神理的 也有些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来结合 有些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来结合 他们只想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他们只想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大家婚后都很高兴 大家很高兴 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我们都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各自找自己的乐趣 也不是很紧紧地扣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婚姻 都是三几年就要离婚 所以三几年就会离婚 因为这些人如果 这些人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结合 甚至他很想对他的配偶有诸多的要求 所以整天的要求就是炒闹 所以整天的要求就变成炒闹 到最后 打架 打架 最后人无可忍 以离婚来收藏 以离婚来收藏 他们的心灵受盡了创伤 甚至患上忧郁 美丽的梦想 变成破碎的灾难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经过圣灵的修剪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圣灵的修剪 性格性情还是原来是老样子 没有真正的磨合 没有经过圣灵的作为在他身上 他们的性格性情还是老样子 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这些铁锤的打造 这是绝对不会没有声音的结合 一定是吵吵闹闹的 如果在教会里面 如果你看见有人自私的本性不断地表露出来 表示在他身上就是没有圣灵的工作 经过圣灵修剪的人 经过圣灵逃造的人 才能够成为这个宇宙大圣殿里面的合用的伙食 这个圣殿仍然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还在间接地成为主的圣经 现在还没有完成 你现在还有机会 你现在还有机会 让你成为经历圣灵魔造的伙食 成为圣灵魔造的伙食 你可以借着圣经的话 让圣灵修改你的本性 修改你的脾气 改变你的人生观 改变你的人生观 改变你的世界观 改变你的世界观 改变你的价值观 改变你的价值观 你是不是其中一块活食 你是不是其中一块活食 第三方面我们看 这个建造过程 是彼此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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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 成为神 这叫圣灵居住的所在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 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团队 一同来建造这个美丽的大圣灵 一同来建造这个美丽的大圣灵 首先是圣子耶稣 我们都要靠着祂同被建造 我们要靠着祂同被建造 我们要靠着祂 因为祂就是道路真理圣灵 祂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 祂有神的本性 祂有人的本性 我们一定要借着祂的话语 才知道祂的大计划 才知道祂的大计划 可以和自己在祂的大计划当中 所以说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 什么叫做同被建造 这里的意思好像不大清楚 意思是大家都要一起受祂的造劲 这里又用了另外一个希腊文字 这里另外用了一个希腊文字 有这个孙这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起来彼此的建立 就是说你不是独自地修行 你不是独自地学习 你不是独自地学习 我们对于主的真理 也不是很充分的完全的了解 我们还要借助我们互相对主话语的体验 我们互相对主话语的体验 我们互相对主话语的体验 借助互相的分享 借助互相的见证 借助互相的见证 我会得到更多的良光 我们互相会得到更多的启发 我们会慢慢地了解神做事的方式 我们才能够建造出完美的圣经 我们才能够建造出完美的圣经 大家都在学习圣经 大家都在学习圣经 但是我们这里不是一个研究学问的所在 但我这里不是一个研究学问的所在 我不想看一个孔子的讲述 我们不是很像开孔子的讲述 学习儒家的教训 学习儒家的教训 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 传讲的真理三年多 全国的真理三年多 不是工作已经做完了吗 他是一个传道人 他在那里传了三年多 什么真理都听出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他又在这里写信给他们呢 为什么他在坐牢的时候 他在罗马坐牢当中 他在罗马坐牢当中 还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为什么 他不是工作做完了吗 他不是工作已经做完了吗 因为使徒的工作 因为使徒的工作 不单单是传讲真理 不单单是传讲真理 他在下一章第二节说 他在下一章第二节说 不是一个讲师 不是一个老师 不是一个教授 不是一个教授 他还有一个职份 他做一个职份 就是关切人的职份 就是关切人的职份 如果你去听一个孔子的讲座 如果你去听一个孔子的讲座 或者参加了同相会的一个借咖的讲座 或者参加了同相会的一个健康的讲座 他们不真正关心你的事情 他们没有关切你的职份 他们不会为你祷告 他们除了收你的费用之外 你的事情他一点不管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鼻子带倒 这是很麻烦的事 最轻松的办法 就是大家崇拜完了 各走各路 你看有些人就很害怕停下来 跟其他人讨话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怕停下来 他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事 他也很害怕别人是怎样的 他很害怕其他人是怎样的 最好就是就会完了 各走各路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必写信给他们 不会写信给他们 不必为他们祷告 不必为他们祷告 更不会希望大家的彼此建立 更不会大家彼此建立 哎呀我为什么要参加主力学 为什么要参加团契 为什么要参加团契 因为参加团契 哎呀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还要跟人家讨论讨论这个讨论那个 就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讨论那个 尤其这些做弟兄的 最不喜欢就是讲话了 你要他坐在一起谈话 你要坐在一起讲话 你就在惩罚他了 真的在惩罚他 所以跟弟兄们讲 哎呀我们不如来一个打球的团契 不如来一个打球的团契 那舒服一点 那就舒服一点 大家打球 大家打球 比较舒服 就比较舒服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些活动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些活动 这里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 合时彼此的建立 我们成为一个护石 彼此的建立 共同建造神的居所 共同建造神的居所 所以我们不要轻视 这个伟大的身份 所以我们不能够稀视这个伟大的身份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 主乃活食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就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就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哇这块伟大的房角石 我们看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房角石 它是在诗人的眼中 它是废物 被丢弃的 他们看不起 就好像我们今天 如果 你是一块活食 如果你是一块活食 你不能追求 这个活食的生命 但是 别人都看不起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他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因为他们看不见 有神同在的那个殿 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外人要歧视你们 但是三亿的神 要重视你们 你在这里 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同志生活 大家彼此的建立 大家彼此的建立 大家彼此的关心 大家彼此的关心 大家同心的建造 大家同心的建造 我们就能够遇上将来天上的福气 能够遇上将来天上的荣耀 能够遇上将来天上的荣耀 你是一块活食吗 你是一块活食 我们一起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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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教育 我们以为我们追求世上很多不同的价值 其实我们是一无所有 我们的生命只不过像一片云雾 很快地越过去 到最后都是灭亡 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留下一个大的计划 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预备了这个美好的将来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意象 我们看见的东西跟世界人不一样 我们重视的东西跟他们所重视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所重视的是永远的 世人所重视的 只不过是暂时的 几十年就过去 主啊我们感谢祢 今天我们成为神眼中中的重要的同仁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无比的丰盛 是无比的荣耀 是永永远远的福气 我们感谢祢 神圣地刻在我们里面 用祂的生命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 用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能够荣耀你的命 都能够荣耀你的命 愿主耶稣基督的安慰 天福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地先 也会同在 祝我们既实 即将永远 阿们 如果您会像我们的 那么多久 我们将永远 我们将永远 看到那天的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